主席有请江院长答询 林委员好 院长恭喜一方面新年刚过还在新春 委员也新年快乐 对那也要恭喜你上任已经整整满了一年 因为在隔魁任期里面一年是算不短 至少不会低于平均 向你恭喜 那当然一年的时间也是来检验一个内阁 他施政的重点跟成败的一个很适合的时间 应该一年够长 那么因为我想你的上任出场 曾经引起社会的关注 甚至刮目相看 那是因为你提出了合适公投 勇于去面对 而且认为这个是彻底解决争议 避免我们社会内耗一个很重大的政策 所以评价里的历史地位 绝对跟这个议题是直接相关 你同不同意 我相信那将会是我任内几件比较重要的决定之一 而不会是单一的议题 但是对那件事情 我的立场到现在仍然不变 你的立场未变 但是你的施政报告 知智未提 一个重大的政策 你曾经在你上任的时候 花了三页超过七百字 洋洋洒洒 把政治学民主的理论写在里面 非常好看 拿这个一年前跟一年后 来检验你 施政 我想是历史啊 未来也会当做一个重点 这样才看待问题 可能就会比较浮面 我想问你 譬如说 为什么 今年的施政报告 知智未提 核四公投的议题 请简要说明 篇幅的限制 就是这么简单 向委员报告 去年的施政报告 我们知智未提 财税的健全方案 并不代表 政府完全不重视财税问题 今年没有提到核四公投 并不是表示我们立场 有任何的改变 而是因为我们立场没有改变 但现在的进度 是正在进行安全检测 之中 我们预估 经济部要到六页 才会完成检测 然后送给原人会 来做审查 所以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一个既定的时程 我想继续在追问后续的问题 诚实是一个政治人物 最重要的生命 那么你可以讲篇幅不够 难道可以知智不提吗 我是觉得不要太快的想要辩解 只有勇于去面对 你才会真正的来负起责任 委员请容我说明 我没有问你 请你让我把它讲完好不好 院长 这个是铁一样的事实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我讲的是有跟没有 那么 所以从这里来看 我们姑且不论 在你任内这一年来 财经的表现 国家的安全 乃至于食品 还有这些灾害等等 这是我们社会 都常常也要去面对的 可是你 在出场的时候 确实是 引起社会的注目 而先前让我们的感觉 并没有敢去勇于面对 你不要跟我回到 和安检查的问题 你这里面提到的内容 还涉及到 如果你还不健忘 我可以讲一句给你 听听看 我们以公投方式 决定何事是否停建 不仅可以让这个重要决定 获得直接民意的正当性基础 同时也可以深化 台湾的民主经验 让全体台湾人民 更加珍惜我们的民主制度 愿意透过停建 何事公投的程序 让这个纷扰 二十多年的议题 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 不再内耗 撕裂台湾的社会 这是评价 将内阁历史定位跟成败 的最重要政策 知道从一个国会议员 我曾经对这个问题 刮目相看 但是一年多来 我们也看到 这个遇到困难 是事实 我们也看到 包括委员在内的许多委员 阻止我去做这件事情 历史会证明 是谁不让这个议题 进行公投 委员刚刚所讲的 正是我们心中彼此之痛 委员这么样的认同 这样的一个民主理念 可是当我们决定 希望立法院能够通过公投案 让人民做决定的时候 委员却极力的 去反对让人民公投 我真不知道 这如何自圆其说 不要在这里诡辩 我要告诉你 你们是同一个政党的 执政党 你们自己要做好 党内政策的沟通 党内已经没有问题 你华立委都已经策案了 都被阻止了 没有策案 几度在这里面的公航 我是觉得 不要把我对你最起码的尊敬 都让我把它拿掉 请你还保有我 对你最起码的尊敬 我也是保有对委员的尊敬 但是我们就事论事 我是一个立委 我在行使国会议的质询的时候 请你不要去帮我讲到 整个国会的质询 我要针对我的质询 你来回忆我 委员请继续 这是一个宪政的分纪 就像不要轻易的去介入 总统用司法监听 违法对我们的国会议长 发动政策 我告诉你 我今天在这里 以国会议委的身份质询你 请你就是时问时答 你不答也可以 社会大众媒体 历史都会留下资料 我只求如此而已 那么委员现在是要我时问时答 还是不回答 所以委员现在不要回答 你的零字 本来七百字变零字 三页变零页 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我这个质询就先到这里 因为 包括就在一年前的今天 在王院长的主持之下 2月26号 我们签订了协议 就是 四点有关 和事议题的相关的朝野协商的结论 我要检验不是没有做功课 这四点有按照当时的协议 行政院来遵行吗 包括经济部 远人会等等 我谈第一点 和事按公民投票 有结果前 不办理追加预算 不放置燃料棒 另有关预算之执行 除以发包及安全检测工作案 暂停时工 就单单这一点 院长 你知道 现在发包的工程 有哪些吗 细节我并不清楚 你认为 你了不了解 发包的工程 有违反我们朝野协商的这个决定吗 我相信没有 好 那我就指给你看 你认为没有 这个是从去年 2月26日起到现在 排电总共发包46件 总金额高达8亿6千万 所有的项目 我都非常完整的 整理在这里 我几个很关键 就是违反这个协议的 台电机南偷跑 这些不是都跟 核的安全有关吗 应变系统的预警制度 应变系统的广播维护 这些不就是 我们社会大众希望 在核四运转之前 要做好的核安工作吗 院长 我先来问一下部长 看起来部长是工程师 至少我在委员会 常说问你的时候 我的感觉都比较 时问时答 因为这个决议是很清楚的 就是除了 已经发包过安全检测 部长 我举这四个项目 空调系统的改善 围离新建工程 民众的预警系统 广播维护 这个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决议有关 如果这个决议有关 部长 你先回答 没有任何项目可以不包括在 我们的协议里面 那是我们立法院的决议 与无误 可以扭曲解释到 我们讲的除以发包 去安全检测 就是攸关 立即而明显的危险 我先请部长回答 我不知道委员这个资料从哪里来 我像台电要的 核四厂的一号机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做安全检测 并没有新建的工程 原来的都是已发包的工程 我跟你讲 委员在程序上有一些 部长啊 你们不要像我们民意代表 我们是没有行政权跟资讯的 是属于一种不对称的 一种状况之下 我都可以去拿到详实的 这46项发包的资料 就是从去年 我们朝野协商2月26号之后到现在 这个项目我要到 而且我请了学者专家详细的评估 洋洋傻傻 都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立法院的决议啊 部长 你认为你就具体讲 这四个项目 你告诉我齁 这四个项目是不是包含在 我们立法院的决议 你认为是 你认为是 我想如果今天 我们进行新的发包工程 一定是跟安全检测有关 这四个项目就是新的工程 你认为这四个项目有关吗 我想 基本上 到底现在发包哪项工程 我们可以逐项来检测 我就是告诉你检验这四项嘛 我列举了四项 让你来检验检验嘛 对 这个 你现在这个名称 我没有办法看出来 到底这个是哪一项工程 因为现在的工程非常多 一个国会议堂的咨询 每一个行政官员都可以讲 你咨询内容啊 我不太了解 我回去再 你可以陪我另外三十分钟吗 我们国民有资的权利吗 我要告诉你 在这个历史名称的电台里面 如果今天委员提了一百项工程的设计 好不好 真的 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问部长 部长你就跟我回答 这个是不是包括安全检测的项目 我们立法院的决议项目 就是说不能做的里面 你说不是嘛 这是可以做的 都属于 已发包或安全检测 yes or no 我基本上啊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台电一定会遵循立法院的决议 所以现在进行的工作 除了有发包工程之外 一定是跟安全检测有关 至于台电在核电厂的 比如说有上百项工程的进行 到底哪一项 我要告诉你 我们的国会品质啊 被你们这些行政官员 检测到这个地步啊 我做了功课拿出项目 问你这四个是不是 文污百官在此啊 这真的是丢国家的脸啊 部长我再问你 院长你不要回答 部长到底这包包在四个项目里面 可以好好的来咨询 我好好的咨询 希望你们好好的回答 我是有做功课 而且我对你们很尊重 但是你们不能够说 你相信台电 你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以你的专业 你是一个经济部长 督导台电 这四个项目 包不包包 我们立法院决议里面 我要进一步去解释 因为今天我做一个经济部长 你不清楚无法判断 我并不是海电工程处的处长 好啦 我要告诉你这个真的是 让人觉得很悲哀的事情啦 你可以讲 不知为不知 我不太了解 所以我回去要 所以我说要 我们可以来逐项检视嘛 那就是说我利用我 一个会期三十分钟的国会咨询 我们做了功课 在这里面把我得到你 直接的明确的答案 你要回去再查嘛 这个就是你不了解 我们所咨询这个内容 是不是在安全检测的项目 好 就这么如此啦 那么 我再问院长 我们的这个四项 四个项目里面 还有包括 刚刚提到的 制放燃料棒 或其他的 这个 也不能够再 做好 就说 也不能够在 目前的情况下 制放燃料棒 对不对 是的 那你说六月 才安检到一个告一个段落 是 也说六月之前不会制放燃料棒 是的 好 那我相信这个还 需要时间嘛 好我们给你们时间 委员难道看到有人去放置燃料棒了吗 如果有的话告诉我 因为如果你们可以对安全检测 做这么笼统的解释啦 有时候解释权 其实就决定了 你们怎么样去做嘛 所以我的意思说 现在的核四公投 确实遇到困难 那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原地打转 你们还在做安检的工作 也比你们承诺的时间晚了 好这也是事实 好 本来是年底前 甚至十月之前 安检本来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对 我们讲的六月就是第三个阶段 没有啦 那个东西都是不断 变化 因为无法 达到原来的 不要再耍嘴皮了啦 我是教育化委员会的委员啦 我对这个时程 当时怎么定 十月后来变成年底 现在变成明年六月 难道连这个也要在这边争吗 我不想跟委员争辩 让资料客观的说话 您就会哑口无缘 来我先请教育部长 换成这个客纲的问题 我是觉得 所有的在这边的 答 其实都会留下记录啦 没做功课 就谦虚一点 部长 我想先问你就是说 客纲 本来是六年 挑一次嘛 现在也在规划2018年啦 我们因为十二年国教的客纲 那中间当然有一个 所谓的客观微调啊 你觉得这个急迫性怎么样 其实应该这样说 其实客纲的这个调整 长期来看 其实一个cycle 是八到十年 您刚刚谈到的六年 其实是我们给 审定的教科书 有一个六年使用的一个期限 可是如果在这个客纲 中间做过微调的时候 教科书就会做 新的修订的审议之后 可以再用 所以那是六年 是大家一直有一个误会 课纲从来没有六年 课纲一次比较大的规模的修议 至少嘛 因为那涉及到 课纲会反映在教材 反映在参考书 反映在师资教学 也反映在包括社会 学生跟家长的适应配合上面嘛 委员的刚才的这个陈述 基本上是对的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事实上 从95年开始的 前一波的 第一波的课纲已经在做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课纲 好 请部长你不要去重复 我已经都很清楚的 这些历史的事情 现在就是说 2011年才修改的 历史课纲是在马政府上任之后 2012实施到现在 差不多将近两年 才用在高一跟高二 连高三都还没有开始用 那么现在就积极的修改 那么因为到 十二年国教的课纲 现在也要展开 现在正在做 那么有可能在2018 就会上路 换言之 部长 政策 有时候决策 涉及到内容 跟程序 那么 因为在六年中间 又 加进了这一项之后 我们现在高三跟高一二念的 是不一样 然后到了 明年开始实施新科纲 又会有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会有三个嘛 至少过度嘛 对不对 我跟委员特别讲清楚 我们通常教科书 通常使用是三年 一个cycle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 其实104年 这次修的微调 104年 从101年到104年 其实满足了我们过去的 相关的惯例 可是委员也了解 就是说 我们这次课纲微调 是从101年的11月 就开始 部长 我是觉得说 你们真的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你不要假设 我们都不懂这些背景好不好 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国会的议堂 我们做了多少的功课啊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这个新课纲 只能够用104年到106年 至少如此嘛 对不对 好 那也就是说 目前的高一二 是用 原来民国2012年才实施的嘛 是 然后明年开始会有新的版嘛 是 然后现在就是说 到了2018 也就是说 12年国教的时候 那又是一个课纲检讨的时间 有可能新的 课纲的一个内容嘛 105年 我们会完成领纲 课纲的完成 然后教科书会在107年 也就是说 您说的2018年 会有新的教科书 那重复我的问题好不好 我确认您刚才讲的方式 一个家庭啊 如果明年开始实施課纲微调 有一个是高三 有一个是高一 有一个是国一的小孩 他这个三个小孩在同一个家庭 会面对啊 三种不一样的课纲 教材 跟参考书 那么 老师也可能面对到 教法要调整 家长也可能面对到小孩子 同样在一个家庭 有三个不同的 这一个史冠 那么更可能的是 也必须要买 花比较多钱 的 这些参考书 我说一个政策的改变啊 所连带影响的 社会跟行政的成本 是相当高的 这个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教师 甚至包括明星学校的也好 到第一线 在抗议 表达不同的意见 那么我今天要站在 学生跟家长 的一个身份的角度 因为我自己同样有小孩 要面对这些教育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变更 确实是 第一个 很乱 我是说对一个家庭的 你不要再摇头好不好 我是一个家长 我很清楚嘛 我要面对一个 三个小孩子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情形的时候 他会慌嘛 再来会增加 他可能会来 构输的成本 如果我刚刚讲 明年十四的时候 高三高一跟国一 三个小孩 在同一个家庭的话 那么 部长我想问的就是说 程序 实质内容争议是一个嘛 程序这里讨论了很多 我现在就说 就这个时机所造成的 一些后续的 影响 我们怎么去减少他的 对社会的冲击 所以 我还没问 你不要急着 要拿麦克风 我是说 能不能让学生安心一点 大学学测跟指考 在这个过渡期间 你先通过的这一个 课纲的微调 可以 有一个日出 或有一个 就是 缓冲的时间 而不是 实施之后 马上 列入到未来的考试里面 包括学校里面的考试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微调 当然现在教科书 会在104年 会开始使用 会用三年 这个大概是明确的 至于就是考试 大考三年之后 它明年使用以后 三年之后 当然我们的考试 其实是命题 是根据课纲来做的 所以在这里 我不能讲说排除哪一个部分 不过我想老师命题 一定会终整这些思考 大家的想法 会来做适当的一个处理 所以命题的老师 我相信他会发挥他的智慧 来做相关的智慧 你不能把这个责任 责谢给所谓老师 你现在那个教育行政单位 在同样的一次的课纲里面 中间进行微调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已经是一家三字了 一国三字了 那这一个东西的社会成本 我们怎么样去降低 大家在准备或考试 或买教科书 参考书 上面这一些成本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我刚刚已经特别谈到了 教科书过去使用的惯例 三年大概是一个cycle 这是一定做到的 我想我们也维持了惯例 其实在前任的这个执政的时候 其实也曾经在92年到95年 曾经十次的不同的修正的发布 同时在社会领域也有两次的 92年94年 所以我要特别说的就是说 部长 那个过程我都了解 因为这一次的争议 就涉及到对 对死官 死实 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相信 这个同样在一个马政府的任内 所通过的新克纲 中间要做这么大的调整 我相信 社会的争议 不是没有道理 不会说完全没有他们忧心的地方 我刚刚已经讲过 一个涉及到实时内容 那个涉及到我想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第二个涉及到程序的正义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前如果说客发会他们做的决议 那么以惯例来讲 如果客审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也是退回去在意 那这一次没有退回在意 直接呢 就是送到 课审会 高中分组 来做决定 我意思是说 其实就是因为内容有争议 程序更重要 好 即使内容跟程序 我们现在讨论 我现在就是社会的影响 这些部分 你不能够用一个原则性的回答 所以我很具体的问题 对这么争议性的课纲微调的内容 大学指考跟学测 是不是可以不列入考题 来不影响学生的权益 让现在的家人可以安心一点 我想这样子 刚才委员特别强调用了争议性 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议题 我想用争议性 也许是不是有点过度了 当然是有争议 如果107年的大考考试的时候 命题的老师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规范说 你可以考什么 你不能考什么 基本上这是命题老师他的职权 不过我相信 未来的所有的命题 他一定会根据我们的课纲 来作为基础 来做命题 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你可不可以在教育部内部 对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有更明确的 你当然不能去考题 可是今天的微调的内容 到底 就是说 未来 反映在教学或考试上 它的影响你会把它降到最低 我想 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讨论 大家的意见 我相信我们会予以尊重 不过我相信委员一定会同意 就是说 不会希望部长去交代 哪件事情 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其实基本还是一个微调 所以说 其实在内容上 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 其实委员 这是你的认知 我想这个我尊重 不过就是说 这个效应所产生的争议 确实是存在 部长 我想 实际上 实际的内容 也许 2016政党轮替 以后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程序 确实 一一的去检视 你现在里面的一些 客省会 客发会 相关的这些名单 相关的这些开会的内容 都还是不能够公开 其实是可以 我们会议记录 当然是可以公开的 会议记录 我自己主持的 客省会的大会 委员 讨论的内容 我想是这样子 大家现在跟我们要录音 录音的部分 其实是我觉得 不见得是合适的 根据各自法 因为他们怀疑 讨论的结果 跟你们后来做的 书面的资料 结论不一样 这已经是一个 大家对诚信的 每一次会议的主席 都会确认 他的会议的记录 如果人是圣人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 纯录音带 我们立法院也不需要 很多的答询 都把它录音 就是因为现在对于 做成的文字结论 跟当时的讨论过程 有争议 这个才需要 回到原始 去来做一个釐清 其实这部分 我也愿意这样说 其实因为社会 确实有很多的意见 我也去做了一些 比较完整的解释 我不认为说 你愿意来公开 如果说 因为争议查在 这个讨论的过程 跟书面的结论 那 那这个东西总是要厘清 可以接受吗 这部分当然是要厘清 一定本来就是 包括录音的东西 你们可以先整理成文字 录音稿把它整理成文字 百分百的来检验 我主持的会议 讨论跟结论一不一样啊 我主持的会议 其实发言的都有 都有相关的文字的处理 好 你们愿意提供 发言所有百分百 原文文字的整理吗 这个有困难 还是一定要摘要 还是只能结论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的会议记录 会议的结论 这是很明确 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有人質疑 所以你们做出来的结论 跟原来的这一个 客发会做出的试点决议 有一些里面有参与会议的人 也认为不一样嘛 到后来的客省会之间的 一个变化嘛等等嘛 在于这里啦 你不回到这个原点喔 最原始的证据的话 你怎么样能够说服国人嘛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历次会议的所有发言 所有相关的记录 我相信我们都确实都保存了 如果进一步的 大家要去看这些资料 要去用这些资料 我想就使用适当的程序 我们想会做适当的处理 好 尋适当的程序 包括立法院嘛 对不对 委员会嘛 好 谢谢你喔 来 我请那个内政部长 我们李部长 能够答询 我想 有关于国土的均衡发展 还涉及到极端气候变迁 可能的这个安全的议题啊 甚至包括核灾 跟人口集中在北部 那么我想我也速度咨询过李部长 你在当内政部长之前跟之后 包括在立法院的背询 你也都同意啊 甚至你说 你会努力啊 朝这一个 就是 首都来分散 然后让国土的均衡发展 甚至你也提到说 要说服行政院 那一年过去了 将近两年啊 那么你到底 对于 就是说 遷都 或者是分都 或者是让我们的 行政院的相关部会 或者是政府的 机构 往中南部 比较平均的 来这一个发展 来这个迁移 你现在的 到底做了什么努力 结果是什么 你说你要说服行政院啊 我跟委员报告啊 现在 大概我们在算土地融受力 就是我们这个 北中南东 每个地方 大概人口啊 资源 我现在具体的问你啊 我知道 你曾经啊 你曾经发言 我再讲一段 其实只要半个行政院 迁到台中 就会有两百万人跟着走 也会有产业跟着过去 台中就会发展起来 台北的房价也会下降 环境跟着变好 南部跟着台中发展起来 趁这个机会 把人口和产业 平均分散 那么我咨询完之后啊 你说你是在内政部长 那时候在工程会的时候讲的嘛 但是你也表达说 那么你相当的愿意啊 来努力 朝这个方向来做 来说服行政院 我现在问你的事 你努力的结果 跟行政院 我大概问院长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 我想先 请你回答 是 我们现在在等那个 土地融出力的报告出来 报告出来 我们 呃 营建署会做一个 非常专业的分析 在院里面做报告 现在还在准备 准备那个 那个资料当中 对分散行政院 或首都的机能 你赞不赞成 我相信我当初讲的是 我们可以 那是一个可以思考的 但是 你跟我讲是努力喔 而且要去说服喔 你现在变成可以思考 不要院长在这里 什么都不敢讲 我没有不敢讲 只是说 容受力的报告出来 我是根据那个 你们永远在等你们的报告 我刚刚台电的那些东西 也一样 经济部长也不知道 我问院长 我想这个讨论已经很多了 你的到底 你的意见是什么 你同不同意来做这些研究 或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好好的救世界各国的经验 包括我刚去韩国的人川 去考察 确实啊 他那也不到 是签首都啦 其实是首都机能往外扩散 也是两小时的车程啊 高铁也都一小时以内 这种分散 那台湾其实是一日生活圈 我想问院长你的看法 好 向委员报告 首先委员所关心的 到底行政院有没有正式讨论过 迁都或者是分都 这样的课题 向委员说明 没有 因为这个案子都还没有 以任何有客观研究基础的方式 提报到院里面 这是就我所知 你答的我们部长一个巴掌啦 他在两年内跟我多次背询的时候 在委员 我会说您的怎么办 我会说您是第二次背询的时候 我会说您的背询 那是什么 我会说您的背询 就是我会说您的背询 我会来说您的背询 您是一句话 那是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